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还不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孙敬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正话的大冰块 前两期也跟大家聊了 说这个威朗就没什么存在感 对于别克也好 还是对于雪佛兰也好 还是对于欧宝也好 甚至于霍顿而言 他们的家族特别的混乱 以至于这个车 你要说想追根溯源的话 还是要费点功夫了 但是我们底盘时候跟大家再多聊点 好 今天还是主要看看这辆车的前后防烦梁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还是看一下放松机舱里面 放松机舱里面相当于比较简单 它的油业位置主要是在这边 就是在那边 然后我们还是从这边跟大家去聊一下 这边只是它的一个单独的空滤的位置 相对于更换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是因为在那边既要干啰的话 下手会比较难一些 它的放松机的盖 如果你要说想拿下来的话 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 这边是有一颗螺丝的 就是这个位置 是有一颗螺丝 第二 它的机油的盖是需要先拧下来 因为它这个是套在上面的 然后这个后面还是有比较厚的吸引棉 当然它是一个分家的 所以说大家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因为它这个管线的位置还是比较巧妙 所以装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不太容易卡到位 好 这个是发动机盖这点事 那说发动机吧 发动机是一个1.5T涡轮增加的发动机 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相计的数据 这个发动机和那台1.5自吸的发动机 都是从16年生产的 就是16年开始应用到车型上面的 其实也算是一台相对于人比较新的发动机 而这台发动机是一个正式式的发动机 就是排气在前 吸气在后 所以说它的涡轮增压器是在前面这一块 当然这块是有一些铝板去挡住的 像如果说涡轮增压器在这边的话 比如说你车跑好的时候 我想学学国外的电影 开开 然后看看里面什么样 这块会比较烫手 是因为涡轮的温度七八百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是一个直喷的发动机 大家看到它的喷油管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这块是它的涡轮增压器的气管 中冷气是在下面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水冷式的中冷 所以说中冷气一会打开钢皮 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 我们现在往这边看 这边是它的刹刀油 是DOT4的级别 然后这边是它的膨胀壶 然后它的玻璃水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说一下电瓶 因为这个车的电瓶 我们在上级时候也说了 说它的电瓶是在后尾箱这一块 所以说它的搭电的位置还是做的比较明显的 首先它的正级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小红盖 然后它的副级是在这块位置 虽然说所有的车身都是副级 但是这块是因为有漆 你可能会加不到 所以说这块是有一个单独的位置在这了 好 那这一块是有新棉 然后这一块还有一个铝板的位置 主要是用来隔热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咱们不能说是多余 但是的确绝大部分的上面的这个引擎 吸棉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如果说它只是想隔增压器那一块的话 它完全只做这么多就够了 但是它的确这块是做满了 后面的防火墙这块 就相对而言比较的薄弱一些 那只是棉的比较大 没有看到相应的铝瓦的形式 好 那这块就是放进一仓里面那点事 那我现在就把车抬起来看看 这辆车前后防火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就把这辆车的前后杠皮给拆下来了 然后跟大家去练一下分 当然我们之后的也是周五那期 也是惯例会有一个大冰块 跟大家去讲解这个车拆解的一个难点 就是真的实在是没忍住 实在是没忍住 就必须要出到这儿 所以这个设计的实在是太坑爹了 因为我们开过那么多的车 这一块它是有一个卡的 而这个卡的绝大部分它跟灯的是一个分体式的结构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塑料片 当一个卡的用 但是这个车它的卡的大家看到跟灯是一体的 所以拆的时候要极为小心 那么好 反正要不然又是灯死了 要不然就是杠皮死了 反正得选一个单 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弯络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住在周五的时候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然后里面的第二条是大瓶块给大家去讲解拆车的一些要点 好 那么现在还是回到这辆车本身 可以跟大家练一下我们刚才测得的分数 首先它的前面的杠皮是一个一般的硬度 是因为它的后面杠皮非常明显是要比前面杠皮要软很多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数不多 有差异化的这种我们的评分 前面是一般 后面是比较偏软一些 前面的行人保护泡沫是有的 在杠皮上面我就不拆下来了 然后也是比较普通吧 防热梁是一个铝合金的防热梁 真的发现 甭管多少钱的美国车拆开的都是铝合金的 感觉真是地主加油地 然后他们家有矿 真是不吝惜这种所谓的用料的成本 它的厚度是2.54 因为这个防热梁是前面比后面要薄一些 因为我们的惯例就是量防热梁的话 都是会量最后的那一个解面 那这个量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厚度云呢 实在是没塞进去啊 就不好意思 程程把以前的卡尺给搬出来了 但是量的数值啊 我们也是非常精确的 是2.54毫米 铝合金的防热梁 那防热梁到水箱的距离呢 是85.93满分至5分 它只得到了4分 只能说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近的 但是呢也是在这样一个手的宽度啊 就是我觉得这样呢 就是也还能输入过去 我就最受不了就是量指 就这样量指轻轻一撞 水箱完全报废 那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说 这辆车的中冷器呢 是一个普通的风冷式的中冷 那这块呢就会看得更清楚啊 它是那种单独的风冷式的中冷 这种怎么说呢 鱼熊掌不能兼得 因为我们之前还是有很多车的 它的风冷式中冷呢 也是跟整个的这种散热系统是一样的 是一个整个大个的 缺点呢就是反正要是坏呢 就三个也好 四个也好 一块全坏 那这个呢相对而言呢 可能会有这种侥幸逃脱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这种面积越大的中冷 它的散热的效率的就会越高一些 好那防状梁的宽度呢是110 那前轮的宽度呢是172 占比63.95% 五分满分 它得到的是一分 新能盒呢也是一个铝合金的残制啊 这个还是做的很标准的 而且是可拆卸式的 但是它的可拆卸式呢 跟我们之前看的一些日系车呢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 日系车呢 螺丝是这样去固定的 而这个车的螺丝呢 是侧面去固定的 是这样固定的 但是呢也是可拆卸式的 没有问题 它的长度呢是169.52 有诱导 但是并没有看见打孔 对不起啊 我还真是没有看见打孔 主动式引擎盖也是没有的 好 这个是前面分这点事啊 那说点分之外吧 首先要说呢 它的水箱架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而且这块还是倍厚啊 大家看啊 是一个双层冲压的 真是再次感慨一下 美国他们家真的矿都挺多的 因为我们看见大部分的水箱架呢 都是单层的居多 但是下面是什么样的话呢 我们底盘会看到更清楚 这一块结构是绝大部分车是没有的 当然说对于这个黑眼色的这个梁来说呢 唯一的作用就是支撑一下杠皮 因为大家看到啊 上面是有几个螺丝的孔呢 是因为我们当时拆杠皮的时候呢 这是有几颗螺丝需要拆下来的啊 对于绝大部分的车型来说 这一块绝对啊 是能用塑料就用塑料 是因为这块呢 它是不太成立的 它仅仅是一个杠皮的固定 但是它还是用了一个金属 肯定每个人觉得 还用铁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或者成本更低一些吧 下面呢 还是有一根看似啊 像这种形成防卷入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其实呢 我个人会觉得作用不是那么大 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塑料的 而且是比较软的 行人防卷入还是需要一根比较硬的啊 好那前面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吧 我觉得做的算是挺好的 毕竟是有铝合金防卷入在这呢 然后毕竟说框架 大家看到都是一个金属的框架 这个点呢 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 塑料的话呢 你撞完了以后 的确维优的成本会更多一些 因为只能换没法修 真的是只能换没法修 这个车的话啊 那就算撞弯的话呢 其实板筋是可以拉出来的 好那这块呢 就是前面这样的事呢 我们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看看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来到后面 跟大家去简单的唠叨一下 首先呢 这两车的后防卷入梁 也是铝合金的啊 这个还是我们没想到的 因为毕竟说这个车的车价 其实真的不是很贵啊 也是10万块钱左右的 这么一个价格 尤其是之前跟大家说啊 说四辆店其实用会力度 还是蛮大的 但是大家看啊 它的结构呢 还是跟我们以往的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它的下面的部分 是一个双层结构 是一个双层结构 大家看到是一个双层结构 所以说呢 这个下截面的强度 还是很强的 但它的厚度呢 是1.85 1.85铝合金的防卷梁 下面是一个双层的结构 那它的宽度呢 是111 那轮距呢 是177 是要比前面要大出 5公分啊 就是还是挺宽的 因为我们也是 再次的测量了好几遍 那它的占比呢 是62.7% 那也是一个一分 后面西红盒也是有的 这个铝合金 大白家伙 右倒没看见 然后呢 打孔也没有看见 那后边的防卷梁 跟后面的盖呢 也是这个比较突出 所以说也是有相应得分 那整车的材质呢 是一个钢的材质 我们也都测量完了 然后防火棉呢 也是面积算是比较大的 好 这就是 所有的测量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辆车 前后防火棉梁一共得多少分 我们再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别克威朗的 前后防火棉梁的得分啊 在前后防火棉梁 用到这么猛的情况下呢 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38分 当然呢 我们也是之前搜集了一些资料呢 对于这辆威朗呢 其实是上一代的欧宝亚特 就是钩啊 亚特钩 其实他们在最早的时候设计的初衷 就是以减重和入门级豪华 为概念而去设计的 当然说这个是辆兵画 搜到的一些资料啊 当然说到减重呢 无非就是用了非常大量的铝合金 那他整车的车重呢 也仅仅才1.3吨 就不到1.3吨 其实这个重量按理来说 是一个比他级别要低的车型 本身应该有的重量 当然说呢 什么叫大量的铝合金呢 明天底盘呢 会让大家看得更刺激点 是因为我刚才已经偷偷看了 那说到豪华呢 也是啊 他们叫做入门级的豪华 那起码说呢 从前后房梁这块呢 我觉得可以算是及格了 是因为的确 从这种铝合金的运用来说呢 的确和我们看到那些破铁片的啊 这么咱们就说啊 说的糙点就破铁片的 还要强上不少的 包括说之前在试下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 就是在试下的 虽然说那个变速箱的确感觉不咋地 但是除了变速箱之外呢 真的都挺好的 好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明天的底盘部分呢 相信大家看起来会非常吃惊的啊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打密话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 真话打密话 那我们明天这样子的底盘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